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更TV 相信大家炸车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人 当正是马路是走Catwalk的天桥一样 还要慢慢走 视周围的车鱼无物 特别是部分的大陆同胞 为了提醒这些人走回行人路 必须是很正常的事 难道撞去吗 不过有时有些人不知是否有粗犷症 好心逼他提醒他就好像杀他全家似的 近日香港就有件事令到一群网民都热烈讨论 根据网上流传的车镜片 当时有一格电单车正是驾驶近日大围的原方停车场 他发现一个商场职员正在路中心上走 为了提醒这个商场职员 他就逼他 怎知这个商场职员就质问为什么要逼他 还问是否要撞他 之后商场就有几个保温人员来到现场处理这件事 开始都会以为是一些经理过来想平息这件事 怎知最后原来是搞大件事 一开始电单车司机 就跟其中一个保温人员解释正正的情况 而他亦都好像很认真地听 怎知这个人反而还问司机想怎样 之后还突然起晒缸口出恶言 叫司机拉开还说要搞大件事 事后有很多网民都为这个电单车司机抱不平 以为司机是去了围村而不是围方 还说要投诉到他们连保安都没得做 如果他们这么围村一家大小去的话都不知道怎么办 有网民亦都打了封投诉讯想寄给港帖 要求对他旗下的商场围方的保安员作出计律处分 另外亦都有很多网民去到围方的Facebook专页给恋和留言 看来今次围方真是多得他们的保安员不少 他们的公关团队亦都应该会好忙 搞尽脑汁提下要怎样解除这个公关灾难 希望他们公司真的可以严肃处理这个问题 这样的态度真是会令到不少人不安 大家有点看呢?欢迎在下边留言 来留言 辆车